水域飛彈划過烏克蘭西部城市利維夫 多處地區冒出濃濃黑煙 有店家震彈著火 警銷趕到現場撲滅火勢 另外還有三處軍用倉庫也遭炮火攻擊 俄開戰以來 免於俄軍炮火猛攻的利維夫 現在也遭俄羅斯最新攻勢襲擊 俄羅斯部隊在烏東地區加速猛攻 俄軍從早到晚輪番轟炸 盾內刺客盧甘斯克地區 甚至在第二大城哈爾科夫 還有一名女子走在街上 差點成為炮灰 俄羅斯軍隊並不斷斷炮火攻擊 他們正在抵抗 在我們國家的國家 找到最主要的軍隊 俄羅斯軍除了加速炮火攻勢 還加快兵力動員 當局釋出卡莫夫52攻擊直升機 鎧甲S-1飛彈車 還有伊斯坎德爾飛彈畫面 準備攜洗頓巴斯地區 俄羅斯大戰進入第二階段 馬利波同樣是俄軍急於攻下的重要戰略地位 烏軍在拒絕俄軍祭出的最後通牒 死守馬利波 雅塑軍團特種兵還深入敵軍陣營 伏擊俄軍車隊 拋出手榴彈攻擊紅色相行車後方的俄軍 戰火蔓延多地 俄羅斯大舉押近烏冬 烏克蘭部隊也不甘示弱 誓死立抗俄軍地而撥攻勢 3點新聞CD號報導 3點新聞CD號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